早就來我們家 然後就幫我弄領結 打領帶 然後穿衣服 幫你穿衣服 我覺得妳好像還蠻怕人家纏著妳 對不對 因為如果妳一旦要工作起來的話 妳怎麼知道她很怕人家纏著她 因為我覺得她就是屬於那種 妳有纏過她嗎 我沒纏過 但是她就譬如說 要開始創作新專輯的話 就會把自己關在家裡 對不對 對 就必須要很專注 對 如果那時候女朋友還硬要妳陪她的話 妳應該就是會抓狂吧 嗯 所以就是我跟妳講就是 聘她為助理就好 就她會一直在旁邊啊 可是那樣就會很煩啊 我會很煩啊 對不對 對啊 所以妳目前人生中 纏妳纏最緊的就是陳建秋嗎 是 這不算是 對啊 陳建秋愛她啊 真的愛她 你知道陳建秋愛她嗎 知道 因為陳建秋都會把她 帶去給每個人介紹說 這是立鴻 對 我們就必須要跟王立鴻打招呼 我們想 她覺得王立鴻是他生的 像 像王立鴻不是到金馬獎去表演那個 拉虎琴嗎 對不對 對對對 那妳的新歌嘛 然後 我不是主持嗎 嗯 然後主持完之後 我這邊跟很多人打招呼的時候 黑人就走過來 黑人第一個就說說 欸 我從頭做到尾喔 夠意思吧 我就想說妳又不是電影圈的 這樣妳從頭做到尾 她是主持人嗎 她是星光大道的主持人 她是星光大道的主持人 她意思是說星光大道的結束 她其實可以閃 可是她很夠意思的 在會場做到尾 然後第二個她就把王立鴻拉過來 說王立鴻 所以我就想說喔 對 王立鴻 我就跟王立鴻握手說 然後就兩個人對看十秒鐘 沒話了 就走開了 就 我根本不知道為什麼 對 陳建秋會覺得把王立鴻介紹給別人 她會覺得這是 上等的榮幸 譬如說像那時候 那個金曲獎有沒有 立鴻不是在現場自彈自唱嗎 對 然後陳建秋那天也從頭做到尾 我覺得她滿閒的 然後王立鴻 她也是主持啊 對她也是主持 反正王立鴻一表演完喔 鏡頭就剛好拍到陳建秋 他在同一秒這樣站起來這樣 你剛剛是喜歡球教練 我感覺影的 她好像眼眶都泛淚 泛淚 但是我看到她打球的時候 我也會很驕傲 對 其實我上次看到她的球隊 也是表現得 上次我們也有被拍到 就是去看球 然後那場真的很精彩很精彩 對 前面就輸了二十幾分 然後最後就慢慢爬起來 最後贏了 在Overtime的時候 那個也是很震撼 我也是眼淚都快噴出來了 所以不只是她單方面迷戀你嗎 對 雖然她沒有上場 對 對 對 好爛 但是我還是覺得很感動 對 而且我們兩個互相以對方為由 而且我們兩個互相支持 我覺得這個圈子就是可以有對好朋友啊 散發出這種熱情的感覺 陳建秋真的是她 熱情的感覺 她是你的頭號粉絲 每次在王立鴻的專輯 我也很支持她 專輯還沒推出 她會先拿到那種Demo帶 然後我們一上場就說 王立鴻的新專輯 然後就按Play 然後就怎麼樣 幹嘛又不是她寫的歌 沒有 其實她一直 其實她的Sense蠻準的 對 王立鴻說實話 你沒有嫌她煩過嗎 有沒有躲她電話 沒有 沒有看到手機顯示是陳建秋就不接嗎 不會是因為她而不接啊 如果沒有接她可能是在忙 所以沒有只是躲她電話是很久 其實我必須要承認 她的音樂的Sense 真的不錯 真的嗎 對 而且有時候我會 就是很 就是可能太投入在做我的專輯 可能很專有腳尖的時候 就給她聽聽看 哇 這樣你很信賴她耶 對啊 所以她有沒有騷擾過你 她有騷擾過你嗎 像我們在節目裡面講的 你說哪一種騷擾 就比如說 立鴻怎麼樣啊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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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然後在這裡是她伸我啊 她出來來這一套啊 她攻擊過所有男性啊 有啊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節目裡面有很多男性講過啊 她完全沒有 小豬 說她把褲子脫掉以後 就拍你肩膀 你回頭就變對她重要部位啊 沒有沒有沒有 這一面啊 她都沒有露給我看過 哇喔 她對你那麼禮貌 因為她對很禮貌 可是你呈現之後 是打從心裡的人尊敬她吧 我在想 她是說她就是欺負比較沒有那麼健忘 黑暗黑暗也有很多內部大家都沒有看過 比較 比較有深度的或是比較有理想的 他有啊常常上談話性 他理想我聽太多了 他常常上談話性節目大講他的理想 他要振興客家文化 我都聽過了 還有振興籃球事業 真的是已經很夠意思 他就是他自己說 你們婚禮有沒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啊 就是他還沒有要求要當伴郎 他只說他可以來幫忙這樣 那我就覺得就是這麼多 這麼夠義氣 我們當然不能讓他那個啊 所以王霖你當時問說有什麼要幫忙的時候 你難道心裡沒有害怕說 萬一他又要你當伴郎 不是不是 我本來想說如果有要唱歌啊 或者是對不對 有啊有唱 結果他們提出是伴郎 你心裡面有冒汗嗎 其實很開心啊 真的啊 對啊 就是喜歡做伴郎 就是第三次 第三次 對 所以我記得是5月7號 然後那個時候好像有一個商演 在內地 演唱會 對 有一個演唱會 他推掉了一個演唱會 對 好誇張喔 然後我說達迪 我們這要怎麼還人家 沒有 我覺得演唱會 其實可以從安排一次嘛 可是婚禮就是一生只有一次 而且你也是從下午在教堂的就參加對不對 對 他一早來我們家 一早 他一早就來我們家 然後就幫我弄領結啊 打領帶 然後穿衣服啊 幫你穿衣服 沒有 就是整衣服 是他自己講的不是我講的 整理服裝的衣服 伴郎為什麼要幫你打領結 因為伴郎就像一個藝人的經紀員一樣 就是 我覺得一個伴郎的工作就是要讓 因為包含 主角好看嘛 就是他出場對不對 那你可以幫黑人整理一下衣服嗎 今天大概已經 所以 有什麼地方好整理 很多地方可以整理啊 現在嗎 對啊 他們兩個已經 誰整理誰 當然是王力宏幫黑人整理啊 呈現當時伴郎的感受 感覺 很好很好 是你 就很久了 叫我 你 有什麼地方好 小伽都